先講一下 因為我們每一場哲舞 就是我們都會有錄影 然後我們還會有現場直播 就是在網路上直接直播 那如果在場 因為待會我們會有一個自我介紹 如果不是第一次來哲舞的 應該就知道我們每一次都會有自我介紹 如果你有不方便露臉的或者是 應該就是不方便露臉嘛 還有沒有別的 因為聲音好像應該沒關係嘛 如果不方便露臉 待會我們千萬不要轉頭 千萬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然後我們那個影像這邊可以處理一下 因為我們還會拍照或者是錄影之類 因為你可能翹班 然後來這裡不想要被知道的 不想要留下證據什麼的 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可以就是不會放到網路上這樣子 好 那因為這學星期五 其實時間還沒到耶 是我的手錶 還是好半鐘比較慢 沒關係啦 比較慢 比較慢 那我們就還是一樣要開始嘛 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在好辦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會有這樣子的一群人 在這裡 不一定每個禮拜來的人都不太一樣 有沒有第一次來哲學星期五的 有耶 今天還蠻多的耶 那待會你們一定要特別講一下說 為什麼要來哲學星期五 或者是為什麼會知道 那為什麼會對 是因為今天的議題來的嗎 還是是因為聽過知道 哲學星期五還特地來的 就待會我們自我介紹的時候 可以一定好好的自己來講一下 為什麼要自我介紹 為什麼要自我介紹 因為每一次的哲學星期五 一定會自我介紹 因為我們希望的是 就是每一個人來到這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讓公民表達意見 表達想法 也不一定是公民啦 只要你是一個人 其實來就可以講 因為你還沒得到公民權之前 你二十歲以下 你還是可以闡述你的想法嘛 所以哲學五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地方 有些人會問說 你們哲學五到底在做什麼 如果我們拿比較簡單的例子 哲學五就像是一個鍋子一樣 你想要帶什麼菜來這邊煮 或者是你想要怎麼炒 你就可以來運用 使用哲學五這個平台 那我們在這個平台上面 就是要供給大家來溝通 關於這些所有的議題 不管是像今天 這個所謂的憲政改革的問題 憲改的問題 聽起來很嚴肅 那我們上禮拜談過 我們上禮拜談的是 台中在地的問題 環境的議題 一個文實的 有具有文實價值的一條符句 那什麼叫符句 你上禮拜沒有來 所以沒有聽到 你可以回去看網路的錄影 我們還有摘要 我們有錄影 我們有摘要 我們怎麼產生這些東西的呢 就是靠我們的志工 所以每個禮拜征學 星期五他在運作的方式就是靠志工 我們每個禮拜 所有的志工就運用了自己的 工作之餘的時間 或者是課業 我們現在好像沒什麼學生 比較少啦 課業自己的時間 把所有的工作來完成 例如說有做海報 然後攝影 錄影 然後還有文案的產出什麼的 那每一個各地的職務都是如此 都是靠了所有的志工 然後運用自己的一些能力 然後把每一場的職務好好的完成 為什麼會講各地都有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屏東 花蓮 台東 其實都有些地方都有辦過職務 那我們也非常歡迎 每一個地方的人 每一個地方只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你覺得說哲學星期五這個方案滿有趣的 這個方式滿好玩的 可以每個禮拜 有一個固定的時間 或者是說不太固定的時間也沒有關係 可以讓一群人好好的在一個地方坐下來 好好的來聊聊說 現在台灣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情 甚至說整個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針對這些議題 來到這個地方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重要的 為什麼我要自我介紹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一樣重要的 哲學這個平台 它所提供的 不是由講者來告訴大家說 應該要怎麼做 應該是由每一個人來到這個地方 來盤論出自己的想法 來跟講者做溝通 每個人在這個 所有的來自育人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這一套現在在講的這個憲改 有人說要游下而上 不如說應該要有一個平等的機制 人民跟政府之間的溝通 對談 我們來討論要怎麼樣 為套 這個憲法應該要怎麼做 這個憲政應該要怎麼做 那其實哲武的精神就是這樣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重要的 所以 待會兒我們會進行自我介紹 可是在自我介紹之前 我看到這個箱子 我們剛剛講說 哲武的運作依靠的就是自貢 我們也沒有盈利 我們也沒有盈利 可是我們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基本的開銷 例如說我們今天的獎者就是 老師是從台北來嗎 因為我們像比較遠的 如果說台北啊高雄 有些比較長途的獎者 我還是 因為其實哲武他都沒有獎士的費用 可是我們還是會負擔 獎者一些車馬費 因為當然我們希望說 坦白講我們這很多的資源都在首都台北 都會在台北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花這麼一點一點小小的車馬費 由來參與的民眾 自由地挹注我們 我們是不是可以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讓哲武 或者是說不同地方的哲武 都可以得到比較平等 平等一點普遍新一點的諮詢 以及知識 所以如果待會兒大家有多餘的銀錢 或者是你覺得很想要捐也可以幫我們拖金居這個箱子裡面 你可以拖零錢 當然你也可以拖一千塊兩千塊 我們也不反對 好不好 可是哲武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能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引經據點 你引經據點也可以 可是你要解釋 你要解釋為什麼我們要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很多人都可以了解我們所要講的話 讓這些事情可以更輕易的讓更多人來參與 所以我們要開始我們的今天的自我介紹 我們通常都講說一個人有十秒鐘 哲武的自我介紹 怎麼一直叫 十秒鐘 換一支麥克風 一個人只有十秒鐘 可是今天人還好 所以你可以多講一點點 那我們不只你可以講說你為什麼要參加哲武 然後你也可以講說你對今天這個議題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也可以直接提出問題 我們會記錄對不對 我們會記錄對不對 因為我們那邊 欸 欸 對 因為 就是我們也有講說這個憲政的 我們要怎麼討論嘛 所以 你在自我介紹過程當中 如果對今天的議題有什麼疑問 你可以直接提出問題 我們會直接在這裡 直接把問題記錄下來 那待會我們的講者可以給 直接給大家一些回答 或是回饋這樣 那我們從這裡開始好不好 好 我算白名 我叫六阿水 我是鐵仔麥麥克風的 鐵仔麥吉江 但是我怕他沒有提相機 因為我 我這個 我經常說他是國民的 少民 你想過來 我的想法很好 現在變成聲 我是鐵仔麥麥克風的 我在鐵仔麥麥克風的 真心在那 那一種 那一種 我沒有很專心在聽 所以我 剛才說 很難得 我怕會好好坐這裡 用我的音樂 好來聽 好來瞭解 好來瞭解 大家好 我是林 我叫林玉玲 我從新竹來 其實 今天會來聽這個題目 其實有點想要銜接就是說 明天還有一場 那個 摺飛舞 那 這兩個題目 好像有點 漸進相關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小狼 然後我是從台北來的 然後 因為我朋友是 摺舞的志工 所以就被他拉來了 對 你的朋友是哪一位 林玉 好啊 我是 我是 東海大學的 電機器三年級 我叫林玻薇 那 我是第一次來摺舞 我是 網上看到摺舞的消息 所以就過來了 所以你對今天議題有什麼想法嗎 沒有 其實我是剛好對 剛好入玻薇就對了 好 我是在高雄 就是之前一直在高雄 聽到的這首小戲 但沒有時間啦 然後想出來 台中後來 就是便來提一下 這個演講 其實高雄也有摺舞 對阿 就是沒有時間去 我是大船系的榮倩 然後 我是 有一次在網上看到這個 摺舞的訊息 然後想說 欸 憲政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憲改一次什麼東西 然後就想說來聽聽看 剛好在附近 然後就路過進來 那你可以告訴我們 這是什麼學校 喔 淡江大窗 所以你現在是放寒假是不是 為什麼前面這幾個 好像都不是住在台中 放寒假剛好也有空 我是在台中工作的為重 因為我對憲改議題有興趣 所以來聽聽看 我是明道中學的讀書 我剛考完學生 然後看到這個議題 覺得很有興趣 就來了 明道中學 是高中生 還是國中 我剛考完學生 我是高中 是高中 不好意思 我們離那個年紀有點距離 我知道 因為我在台中讀書 那也是這一間的議題 就 那有興趣的 有興趣 為什麼有興趣 你們不能這樣子啦 假裝有興趣 現在就是那種 有關那種限改議題 不是又開始嗎 就是選後 但是其實選前就好 只是 剛好又有這種 議題所以就來看這樣子 好 不只來看你要聽嗎 好 我在國旋是 台灣科技大學學人 金球部學 那是 今天會來 今天是第一次來 然後是 透過 這個 就是透過他的版 其實你不認識他嗎 我認識他 就是 是同班同學 因為他對這個好像還蠻有興趣的 他好像都 陸續都有來吧 所以今天就過來 好好自己看看 其實哲午就是一個 那個交友的平台 不是 就是說 其實我們會很希望說 每個來參與的 哲午的朋友 其實你還可以帶你的朋友來 如果你覺得這是一個 有趣的 或者說 對你來說 還蠻不錯的 可以每個禮拜 聽一些奇蹟官員來這邊講話 那你就可以帶著你的朋友來 其實 其實哲午 我們都會笑稱 我們自己是一個老鼠會 就是一直去拉下線 然後其實我們的知識光也都在拉下線 好 大家好 我是 叫陳信安 我是台中在地人 前面這兩位是我朋友 我是他們 我是他們拉 欸 憲改憲政議題憲法議題 我一直都很有興趣 那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憲法修改了總統的直選制 那我就很興奮 不曉得興奮什麼 我就覺得說台灣中語紀錄到總語直選 總統可以我們自己選的那種國際 所以我很開心 可是後來我就看到那個蘇南城 問一下你陳哥 那個蘇南城 那蘇南城那個老賊 怎麼可以自肥呢 對不對 國民大會怎麼可以自肥呢 所以我就覺得說 台灣的政治還沒有特別 尤其在最近這幾年 我一直希望能夠從一個 憲改議題是由下而上而 不是像國民黨從上而下 強迫去做他們想做的那種事情 這是我的一點查看法 謝謝老師 蘇南城 你等一下等一下 你麥克風先換給他 因為蘇南城這個名字 可能對大家很陌生吧 在場真的知道蘇南城這個名字 舉個手好不好 這個 蘇南城好像已經往生了對不對 對 那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蘇南城 為什麼你要說他是老賊嗎 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記得蘇南城的時候是 我小時候去台南文 然後我爸爸告訴我說 台南市的市長 蘇南城 那他叫做蘇大頭 頭很大 然後人家就叫他蘇大頭 說台南市的建設在他任內說很進步很大 那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 第二個印象就是 他後來市長結束之後 他當選國民大會代表 然後就當選議長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他好像是為了 國民大會的一個處境問題 因為後來就是要修憲 國民大會要結束 要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然後他就把那個預算增加 國會自己增加自己的預算 而沒有經過什麼的 什麼的民意的那種基礎的考驗 所以我就對他的感覺就很不好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老賊下台就是那個 那個野白的學運 那國民大會 第一屆國民大會的立法院的立地委 就已經被幹掉了 幹掉之後過了那麼多年 怎麼還會有人居然用國民大會的這個 國民大會代表的身份來替自己的機關增加預算 我就覺得很討厭他 好 師父大同 好 國民大會搞不好對現場有些比較 年紀比較下年也很陌生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待會可能還是可以講一下 大家好 我是雨昕 我來蠻多次的 然後我覺得今天這個 這個文字直播還蠻新的 現在是要挑戰日光的手術嗎 謝謝 謝謝 好 我也是最後的場課 我參詞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蕭蕭蕭 然後我今天其實是第一次來的 我對 主題是 憲改 其實我也沒有很大的了解 就是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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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我也是第一次來 我是經過我的女兒介紹 都坐在我旁邊 也才過 我是到地的台中人 大概就只有大學四年在台北的公司 其他人都一直在這個 成長 然後 進入面子然後接觸 我是 對這個地方還蠻好奇的 對這群人也很好奇 我已經退休了 謝謝各位 所以他哲務不只是交友平台 他也是那個家庭 享受天輪之樂的好地方 大家好 我是立強 那這是我第二次來職務 那第一次來的時候 其實剛好遇到Freddy來 所以就大爆炸 然後 就都沒位子坐 那今天看到這個議題 應該比較硬 比較人應該有位子坐 所以就過來 謝謝 好 其實你可以在家看直播也可以 如果說有 看起來好像會爆場的那一場 大家好 我是那個 今天很孝順帶媽媽來 哲學吸引我的女兒 這是我第二次來 我上次是跟我先生一起過來 那 這個議題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想法 所以我想說可以聽聽 看大家的理解 那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姓白 然後我跟剛介紹的那個 許坐的同學 我也是剛高中生 剛考完學測這樣子 然後我也是 嗯 有隔一段時間沒有來了 所以想說 今天不管是什麼議題都要來 這樣子 那你有很驚喜嗎 有 還是有先做功課 好 大家好 我的話叫兔子 對 然後我是中興大學的學生 然後很抱歉我剛剛遲到了 因為有點 第一次來然後找不到故障 對然後想要更了解這個 有關議題的部分 謝謝 謝謝 這邊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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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郭立 然後我是台中人 然後目前在大林上福利 謝謝 大家好我是朝陽市傳學生 然後會知道因為這個講說是因為看了那個 好辦的宣傳傳 覺得很有趣 是不是 好辦的宣傳 好辦的宣傳 大家好我是也是台中科技大學 我才學 然後 剛剛是同學 然後我們就一起看到 好辦的資訊 然後覺得 就是一個興趣 我這個議題 就是這個團體 還蠻有趣的思想 我看大家會怎麼討論 好 大家好 我心依賴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來 然後是就讀中心大學的研究生 然後之前就有聽過朋友 聽過別人介紹 哲學星期五 然後一直想來 但是 就是這一次剛好的時間 比較OK 對 那也是在這個議題有點興趣 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那你怎麼給我扣 就這樣 好 來來來來來 自我介紹一下 來來來來 自我介紹一下 你為什麼要把麥克風拿給別人 你為什麼要把麥克風拿給別人 大家好 我是哲學星期五 發生什麼事了 大家好溫馨喔 我也在哲學星期五 你們哲學星期五 你們哲學星期五都沒有趕嗎 好 大家好 我是余晨 哲學星期五 沒有趕 嘿嘿 大家好 我是Hannah 我也沒有趕 你好 你們不是應該要講那個簽到的事情嗎 好 那就是一組成要求的 等一下 不是我們真的想講是組成要求的 就是 呃 剛剛有傳過嗎 好像沒有 那就是等一下大家都會喜歡 我們就是 呃 等一下要傳下去一張這個簽到表 他不是什麼很認真的簽到表 只是 欸他是很認真的簽到表 就是 不要亂講 如果說大家想要之後 呃 使用信箱收到哲伍的 跟哲伯伍的那個活動訊息的話 大家可以在上面填寫你的姓名跟E-mail 那到時候我們就會每周準時記錄吧 那如果說你的臉書上面也記得訂閱粉絲 也覺得很煩的話 沒有關係也可以就是跳過不用填 那等一下大家就可以寫一下 那如果如果想要什麼想講的話 也可以寫在上面 謝謝大家 好 欸我還有一個新的客戶 是那個人本教育基金會的中部辦公室 他們說可以寫 就是每個禮拜可以寄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可以再轉發給他們的廣大的會員 我不知道一面我再找朋友 好 好 那要繼續 我們好伴要自我介紹一下嗎 好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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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新的一季的實習練長 我叫韋城 對 那妳要告訴我們好伴 平常都會做些什麼 好伴他是一個共同的工作空間 然後也很歡迎大家來這邊來參觀 然後他也是很關心很多社會議題啊 跟中區有關心的事情這樣 什麼是共同工作空間 共同工作空間就是說 可以大家可以來這邊工作 然後就是可以大家互相交流 然後就是提供這個環境給大家這樣 好 應該有錢吧 對 那妳的好伴最近有什麼活動特別想要講的 最近喔 下禮拜有一個 對 下禮拜有一個料理實驗室 對 大家可以看後面的黑板 對 他是 然後 現在二月每周三 跟周六有一個 春營的一個住營活動 大家可以看一下旁邊的住營 對 然後15號有一個紅包帶工作坊 跟就是27號有一個就是 一個紅包帶的展覽這樣 好的 好的 好 欸 對 其實真的有一個日曆啦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一下 欸 有人要注意介紹嗎 你們後面那些講電話的 對面的兩位 男士 自己來欣賞 欸但各位晚安齁 我也是從新竹來 然後非常被新竹都還能那個 嚇到 所以我固定 周末都會跑來 中南部 然後 我是Adrien 我之前有在這邊說過 是關於當時 做完計畫跟東南亞的中序 那個 跟我們一起做 那個做完計畫的 綠川的 這個一個拍片的計畫 然後呢 所以我們在今年度 我們的團隊想要 改變我們的創作方式 我們帶到一些跟教育有關 還有跟在地生活有關的事情 所以在 老闆一樣是個地方 做一些工作法 那 所以這一次就是有結合自己 在世界各地 跟當地人學習的做菜的方式 然後 還有帶到 比如說這邊的 東南亞的 這個 一些做菜的方式 那 沒有沒有特別專業 但是就是 非常的 誠懇 因為就是直接跟當地人學 這樣子 那 很希望 有機會 在下禮拜 可以介紹大家 這樣 最後找一碗了 抱歉 其他的大家有興趣可以 有時間也歡迎 歡迎周二人 好 謝謝 好 資訊在這邊 對 好的資訊跟好辦的網頁 現在 就是這一個禮拜 就是在瘋狂的宣傳當中 因為我們做這件事情 蠻實驗的 就是它叫 料理實驗室 就是這件事情很實驗 然後 所以 蠻期待 就這樣子 這11號跟14號都有 好 謝謝大家 還有 來 來 來 就是 對 剛剛就宣傳很多 那 這資訊還蠻複雜 但大家可以直接拿 我們一個做的一個小圓圈 在那個桌上 然後它是紅色的 然後要特別介紹是因為 它有做成一個 紅包袋的一個 就是自製紅包袋的一個 切割的東西 就是你們拿這樣圓圈 就是它們的宣傳資訊 然後看完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做一個紅包袋 然後過年就可以用 就非常實用了 好 然後換下一位 他有一個很大的活動要選擇 關於舊成的 好 好伴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所以就會遇到像我這種人 就是我的本業是安晴班的老師 所以 但我有時候會來這邊 就是來 處處處考卷 改改禮避免 這樣子之類的 所以它就是我的 會一個去咖啡廳工作的概念 對 那我個人有一個業餘興趣 就是對台中的舊成的一些歷史 然後我最近在跟好辦 還有台中文史 不先組合在台一個比較 在台一個計畫 就是我在三月底的時候 會辦一個台中舊成文史機制問答 會問一些像是 請問林憲堂是烏封林家的 第幾個兒子 或者是像是 請問台中火車站的通車點 中外線通車點 你是在哪裡舉辦呢 這是我們機制的搶打比賽 對 然後大概在三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六 那 都現在突然在籌備當中 但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把這件事情掛在心頭 我們也會在好辦的本事業上 公布相關的活動資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辦也蠻有趣的 好 現在好像還是那個 綠川里里長辦公室 對不對 因為我看到那個黑板上面 有一個里長電話 欸 自我介紹 嚇到了嗎 你是最後一個 為什麼要來好辦 為什麼要來哲務 蛤 為什麼要來哲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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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次來哲務嗎 對 那為什麼會來 我就看到那個題目 是跟憲改有關係的 所以就來提一下 所以你是對憲改這個議題有興趣 也還好 就是來聽聽看 大家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好 謝謝 欸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佳少 是台中人嗎 是台灣人 是台灣人 是台中人嗎 不是 不是 沒關係嘛 謝謝你 好 應該大家都自我介紹完了 欸 那個 國民美少女 可以自我介紹嗎 欸 大家好 我是惠銘 嗨 你是最後我志工 他們稱我美少女 他們稱 好 其實你看要加入所有的志工 其實也需要很大的勇氣 有一些什麼話都敢講出來 好 那趕快 這是我們開始我們來今天的 因為像從去年的三月的運動到現在 那這個一整年 差不多快一年了嘛 這個時間下來 不管是在所謂的兩岸的關係上 或者是整個憲改憲法制度 憲政制度的問題 當初就一直在被提出來來檢驗來檢討 那我們也想要聽聽看說 因為前幾次我們聽到一句話就是說 台灣進入了一個憲法的時刻 就好像說 我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針對一個國家最基本的一個憲政制度 去做一個想法 或是說到底該怎麼做 那是不是 我們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來做出一次跟上次不一樣的 或是我們應該開始怎麼想像 或是怎麼來討論 關於整個憲政制度的問題 那我們就把麥克風交給今天的主持人 然後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主題 謝謝 好 謝謝佳佑 那